帶大家進入到21世紀 現代化的高科技的一個世界裡面 我們講到有天上飛的 就會有水裡游的嘛 先前呢 這種高科技的無人機 我們講很多 那其實呢 水上的無人快艇呢 現在呢 有這個中國 俄羅斯 白俄羅斯 三個國家要合作 也要開發這樣新型的快艇 到底有多神呢 據說呢 全世界到了每一個地方 都可以遙控它 再遠的距離都行 這樣怎麼做得到呢 夏威哥 其實啊 說真的 那個熊威 你會不會感覺 現在好像越來越像 那個魔鬼終結者裡面 那個The Judgment Day 審判日的快要來了 怎麼說呢 你看 天上飛的無人飛機 無人直升機 水上跑的無人快艇 都有了 水下還有無人的 那個遙控載具 你說嘛 是不是跟那個 那個魔鬼終結者 就差人工智能的這一塊嗎 真的只差 交上去就 就審判日啊 對 沒錯 真的想想挺可怕的 其實啊 說真的 這種海上無人快艇啊 也不是中俄 還有跟那個白俄羅斯先做的 其實最先做的是以色列 以色列已經先做了 對 因為你看 海上這種無人操控的 這種遙控快艇 你看 現在這個影片上 以色列這個快艇 它基本上來講 也是可以接收 不管是用那個 城市預設的這個過程 或者是藉由那個雷達 就是那個電波的遙控 或者是 如果你那個再加上了 衛星接收器的話 你也可以藉由衛星的遙控 而且以色列這個快艇 你看基本上來說 跟我們這個 現在俄羅斯 就是中國大陸 還有白俄羅斯三國 其實基本上還蠻像的 對不對 你看 它那個以色列 它就是一個快艇 然後你看 它前面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武器站 就是一個機砲 然後另外它有一個雷達 水面它上面一個雷達 另外其實你看 它那個雷達下方 有一個高感度的光電感測器 所以你看人 就藉由這個光電感測器 然後去看周邊的情況 然後來駕駛這個快艇 那當然 現在這個 由那個俄羅斯 中國大陸白俄羅斯 三個國家一起合作 他們是希望呢 你看 除了它這個上面 有一個武器站 綠色這個武器站之外 它後面 它最主要 它是希望能夠 藉由衛星遙控 衛星 因為其實你看 像這種東西 如果你能夠在海上的話 對不對 它就變成一個無人的 這個海上的一個遙控載具 那它可以做巡邏啦 對不對 甚至於海上搜救啦 等等 那個甚至於海上的這些 一些救難 或者說是海上的這個搜索 或者說防止 像類似像海盜啦 罪犯啦 這種入侵的 都可以 其實它都可以耶 所以就是說 而且它如果還沒有人的話 它比較不會碰到 那個什麼人員的損傷 如果你萬一 在這個最糟的狀況 你必須要跟歹徒駁火的話 它還沒有人 它沒有人在上面 你說就跟對方打爛也無所謂 所以那道理真的跟無人機 都是一模一樣 其實真的 天上飛的好用 水上有的也一樣可以用 對啊 你看 甚至我剛剛講到 水下還有水下遙控 無雷 那個無人的除雷載具 所以你看 現在真的 這種無人載具 天上 地上 水上 通通都有 當然高科技的東西 再看下去 我們要看到 不是